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天氣快快冷了 今天分享一個很香飯焦的煲仔飯 鴨腸不菇雞煲仔飯 不過重點不是在鴨腸上,是在飯上 首先我們有150克米 我們先浸一浸 浸一小時左右就可以了 不用浸太久 泰國米也可以 過內的米也可以 然後我們有三粒花菇 細花菇,我們先浸一浸 花菇仔很快就淋了 浸完一小時後,我們把米隔水 然後拿去洗一洗,然後又隔水 好了,我們看看原材料 很簡單,350克雞腿和雞翼 有小花菇,蔥,一條蠟腸,薑 這條蠟腸是 短小精過我中 肥肥短短 雞是急凍的東西 有雞腿和雞翼 我們先把雞翼 先把它砍掉 煲仔飯的雞 盡量我們可以砍小一點 快點熟 小心手 特別是另一隻手 拿到我的手,就不要濕水 另一隻手,就離遠一點 我們砍完雞之後 放在旁邊 然後我們把花菇切粒 一開四左右 放在雞上就可以 等待一起醃 然後有些薑絲 薑絲也放在雞上一起醃 雞有些薑的味道 鮮的味道 鮮的味道 鮮的味道才出來 才正的 我們稍微沖到 這條蠟腸 我們用些熱水 錄一下 表面呢 很多髒東西 因為蠟絲也不知道 放在哪裏 接著我們醃雞 一湯匙的豉油 半湯匙的蠔油 融工的幕上 我已經顯示了 少許的胡椒粉 還有一湯匙的粟粉 加少許的芝麻油 還有呢 最後呢 我們要加少許的糖 一點點 都可以 半茶匙左右 接著呢 我們加少許的料酒 放進去 薑也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要練豬油 吃飯的飯 其實是靠豬油的 所以很重要 最好呢 自己練 經驗 買回來的豬油 有點炸 飯糟不靚 這裡有多少肥肉 多多一點點 不要緊 有就可以了 我們把肥肉的皮 蓋上去 就是這樣了 把刀向前面 壓在下面 扯一塊肉出來 我們呢 蓋上三文魚皮 也是這樣 或者蓋上魚皮 刀向外面 這樣就不會切到自己 接著呢 我們把肥肉 切細細塊 炸完之後 那些肥肉呢 可以吃的 當豬油渣 加少許鹽下去 就很好吃的了 然後呢 我們切少許蔥 還有一些蒜頭 有些乾蔥 那些全部都不用切 大大粒 接著呢 我們把豬油放進鍋子裡 然後我們放少許蔬油 或者其他油都放什麼 我們呢 慢火把豬油溶化 先放下去 慢火不用急 慢慢慢慢溶化 煲仔飯呢 我從頭到尾做出來 所以呢 連豬油啊 煲仔豉油呢 我都會做的 過程比較反覆 慢慢 一步一步來 一點都不難的 其實很簡單 那些豬油呢 炸到差不多 你看到 很多油出來了 接著 我們把那些蔥 蒜 乾蔥 放進去 讓它那些豬油有些香味 就是這樣 慢慢火 我們去煉 煉出來 即是融一些豬油 順便 加一些東西 令它更加香 差不多了 看到 黑色的材料 我們先拿出來 那些豬油呢 很清的 不過其實我慢火了一點 你們還可以慢火一點 然後我們把它隔出來 等下你會看到 那些豬油渣 放在那邊 下次拿來炒菜心 那些豬油 煉出來了 接著是 煲仔豬油 上次已經顯示了 全部東西放在一起 煮滾去 就可以了 不是什麼秘技 什麼秘制 這些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根本就是 不要說得那麼神秘 很簡單 全部東西放進去 滾起 搞定 這個豬油很好用的 拿來遲些 你會看到 有個豬油黃豬扒 會有一集 是說豬油黃豬扒 我也會用回這個豬油的 全部放進去 還會有 這個 鐵的 鬚鐵 鑊的開鍋 先趕著一點 對 芫荽 蔥 乾蔥 最後 我們放一粒乾蔥 我看到懶 沒有切 用一手 用一小刀 用一手 用一手 就把針靶 然後我們把魚燒起 一旦煮起 熄火 再拿在一邊 搞定 糖油 都會慢慢自己作用 我們煮飯 把米放進去 把米放進去 然後 加150克的水 冷水也可以 熱水也可以 米和水的比例是一對一 你可以用這些沙煲 你可以用黑色的煲也可以 沒所謂的 這些我覺得比較好吃 那些是比較適合的 鍋子比較適合的 沒那麼容易難 我們用這個小火 全程小火 先煮飯 你家裡煮小火 我們慢慢煮 看到它這樣煮 開始水滾了 我們先煮一下底 看它不要黏 這個時候是最容易黏的 反而 我們先煮一下 很快 因為米浸過 很快就熟 然後我們煮 三分多鐘 你會見到 米開始熟 開始熟了 像這樣的時候 我們把雞 和臘腸放進去 平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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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我們還是小火 用你家裡的爐 最小的火 就可以了 可能會不平均 那你要有空 動一下鍋子 因為火總小的時候 你 火集中一點 這樣不是那麼好的 不得平均 所以我們要經常動 接著我們落第一次的豬油 我們落些豬油 在鍋邊 落下去 記得有些雞 臘腸 一定要平放 不要太貪心 貪心是會不熟 接著我們 慢慢用慢火煮 我們要不停地去 不同的邊 即是不同的位置 我們要移動一下 這個過程大概 我們要煮25分鐘 大家還未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最重要是這陣子很少讚 請多點讚 請多點讚 分享給朋友 這些鍋子 因為蓋子不平均 所以有很多隙 左風又有隙 我們可以用一塊廚房紙 濕一濕 然後封住隙 這樣會比較快 煮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要檢查一下 看一看 小心 很熱 那些雞 很帥 但是現在還未熟 差一點 看看 簡單來說 我們把東西焗下去 其實是最滑的 所以煲仔飯很好吃 而且很香 再煮五分鐘的時候 我們不停地移動 不停地移動 就算在家中 也要這樣 我們看看 檢查一下 摸摸雞 或者用牙籤插進去 沒有血水出來 它就熟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火稍微開大 要燒燒飯 從頭到尾慢火 其實底部已經乾乾的 在這個時候 加大一點 那麼多的火 再加一次豬油 我們去燒 一些金黃色的飯 焦出來 這個方法 十華久勻 基本上很少失手 但是需要耐性 我們也是要這樣 去不同的方向 這五分鐘 你會聞到 很香的味道 開始 然後 會聽到一些聲音 這樣就正常 不要有焦味 有焦味 我們要打開 看看發生什麼事 以及健康 沒有怎樣打開的蓋 盡量不要打開 煲煲仔飯 由乾開始落米 到最後完成 三十分鐘 走不掉 這些有數據支持 我以前的店鋪買很多 現在我們檢查一下 煲有沒有飯照 在那邊 有咖啡吃 即是飯焦 就已經完成 就是這樣 基本上 可以了 但是 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開大火 開大火 然後 燒一下 然後 我們把 倒少許酒 在表面 這樣就會很香 酒 有白蘭地 放白蘭地 就喝光了 那我就放少許 尿酒 就算了 接著你會聽到聲音 很香 這個時候 你經常聞到很香 那種味道 就是這裡 可以出來的 然後 全程都是慢火 最後 你要搶飯焦的時候 稍微加大一點火 就可以了 吃得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方法 你跟著我做 一定有飯焦 還有這些飯焦 是金黃色的 我以前試過去佛山旅行 接著 藍鬼西路那裏 有街邊的廣場 很厲害 煮煲仔飯 我還記得 十三元一煲 完全金黃色的飯焦 就是這樣 金黃色的 沒有飯焦 就不是煲仔飯 很多時候 我見有些人 做了煲仔飯出來 很古怪怪的 接著我放少許醬油 來吃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今天這個視頻 比較緊湊 我覺得 不要緊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謝收看 拜拜